我們來看設備的部分 那基本上來講 我們都鼓勵大家就是最好可以有 雙螢幕的工作環境會比較好 畢竟 你 不管是上線上課程 像現在可能有很多老師您是在線上上課的 那您要看一邊看直播 另外一邊 你可以自己 處理自己的事情 或者你要做筆記 是不是這樣就會比較方便 對不對 好那 第二個呢 如果您是做線上的直播 那你比較方便把另外一個螢幕 當作是 你可能有些資訊不想讓 別人看到的 就丟到那邊去 這樣子使用上就比較方便 所以我之前 在這裡 我有介紹一下 這個去年 我剛好螢幕有點壞掉了 因為大部分說真的大家的 雙螢幕通常都是不同品牌 甚至不同尺寸 對吧 因為就拿以前的 來湊一下 好這是最單純的 但是呢 但是 這樣子 是有點缺點 什麼缺點 因為不同 螢幕 請問 它的 顏色 是不是就不一樣 第二個 你如果還不同大小 你會更有感覺 因為滑鼠 或視窗拉到另外一邊 再拉回來 大小不一樣 那你可能就會有時候會覺得說 眼睛還要稍微適應一下 那像下面這個呢 我們一般現在在學校的 也都是像這樣雙螢幕的環境 這樣子的話其實 就會比較方便一點 當然如果老師您可以的話 你可以準備像這樣 把手寫房準備好 如果你要做比較多書寫的話 其實真的會比較方便 那下面這個是我們另外一間教室 另外一間教室是連同學的 他們也都是 下面這一顆 這一顆就是那個 繪圖板 就是Wacom的那個繪圖板 像這樣子 那這間教室以前是長這樣子 比較幽暗一點 那改了之後就變成這樣子 那就 老師也是雙螢幕同學也是雙螢幕這樣子 像同學的用起來 他們就是不同 解析度 不同解析度 所以其實老實講還是有點差 但是至少就是他們也有雙螢幕的一個環境 那他就可以自己用 那如果可以的話其實我們當然比較建議大家就是 挑選的是同一個品牌的 那我之前 剛好買這個 剛好買這個 超過的 我覺得還不錯 一隻手就很輕鬆的就可以 組裝 然後拿起來就很輕鬆 那 像這樣我就一次買兩台 就剛好 組裝起來之後就像這樣子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看到 我兩邊的螢幕看起來是不是都一模一樣 顏色也是一致的 就有點類似像曲面電競的那種桌面一樣 那你有沒有發現我的網路攝影機有沒有發現正中間 這個其實 還蠻重要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老師 可能都習慣用筆電對不對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你的那個筆電的鏡頭 常常都是比你眼睛低很多 所以這樣有時候會有一個問題 因為他是由下 照上來的 所以你會感覺到 別人在看你的 講話的時候會覺得你老是用鼻孔看著人家 好 就會覺得不太好可以 可以的話最好就是 你的鏡頭 像我現在這個位置剛好 就是 在我的正前方 就跟眼睛差不多或略低一點點就好 不要太過於 低 或太過於高 因為我們桌上請的通常你就放在螢幕上吧 可是你如果是太高的你看放在螢幕上方代表一件事情 你在看螢幕的時候 當你在看這個螢幕的內容的時候 對他們來講 你老是低頭不看他 對不對 所以像這些小細節啊 其實大家如果多注意一下 你會發現 這樣子 感覺起來就跟我們面對面的上課會相對比較接近 不然真的有時候你都會覺得為什麼 線上上課的老師都那麼不尊重大家 老師看起來就像做了自己的事情 隨便這樣 你繼續講 你繼續講 就這樣低頭 這個真的有差 那 如果我是搭配我的筆電 可能我就會變成三個螢幕 三個螢幕 那我就外接我的鍵盤 外接我的滑鼠 這樣子 可能操作上就會更容易 好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呢 其實我們的網路攝影機 其實也很重要 因為呢 其實我們 蠻鼓勵大家 你買那個有廣角的 有廣角的 其實像你現在看到我這個 我這個鏡頭有沒有 這個就是有廣角的 所以雖然 離我 不會太遠 可是你會覺得我已經可以抓到肚臍 這個癌 變一變 一樣 十八歲 你也用這支 剛剛照大家的 這一支 好 把它拿到這邊 我也放在我前面這個位置 那我們一起來比較看看 你看 你有沒有感覺到 我即使放低一點點 有沒有差很多 直到這裡有沒有 對不對 可是另外一支 已經到這裡了 手看不到了 好 你應該有感覺到哪一個人比較瘦吧 我是沒有那種需求啦 因為廣角會讓你看起來比較瘦 對對對 所以 這個 真的有差 因為它相同的範圍要容納比較多東西嘛 所以看起來會相對比較小支一點 所以 有廣角鏡頭很重要 好 來 切換回來 所以 像這樣 各位這樣就可以看到 我們現場兩位老師 要不要跟大家打個招呼 對嗎 對這樣比較有禮貌 有沒有 好開玩笑的 那我們回到這邊來 另外一個就是 我給老師看一下 就是 200塊的 你應該知道哪一邊是200塊的吧 大家猜看看哪一邊200塊的 左邊還是右邊 看起來一定是右邊嘛對不對 但是你知道嗎 其實右邊講的是實話呢 講實話的通常被嫌棄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日光燈會不會閃爍 會 可是我們現在大部分的這些 鏡頭 他們都有 過濾閃爍這個功能 所以你會覺得 左邊呢 不會閃 那200塊的就是沒有把那個軟體 裝進去 所以他就會閃 這樣子 所以 其實真的有差 那 說真的一般來講 大部分大家都覺得 好像 邏輯的比較好 可是我 我自己 使用上我覺得 其實 像我現在用的這個是 那個圓鋼的 雖然我們今天不是那個 展壽會 但是 我覺得 我自己用圓鋼的 我覺得效果確實在蠻不錯的 他相對來說 大多數情況下 呃 呈現出來效果 不見得會比 邏輯的差 而且價格大概就只有他的一半而已 所以 如果 老師呢 多用幾個品牌 然後再去比較一下 應該就可以 稍微感受到 這樣子 OK OK 感谢观看